这个男人叫老麦 在上一步中 他为了解救少女丽娜 单枪匹马 灭掉了俄罗斯黑书党 几年过去 老麦已经换了一份职业 成为了一名网约司机 但不变的是 他依旧有着一颗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热心肠 这一次 他要营救的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的母亲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老麦经常在那里买书看 而绑架小女孩的大胡子 则是老板的前夫 大胡子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为了报复前期 老麦先礼后兵 本想去拿输手 可大胡子根本不听劝 一言不合就叫手下动手 老麦毫不慌张 露出手表开始计时 仅仅13秒 大胡子的三名手下悉数毕命 凭借雷霆手段 小女孩被成功救出 母女得以团聚 第二点 老麦照旧开车拉客 由于为人守时 所以常客很多 其中有位80多岁的老爷爷 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姐姐 每天都要去打印店 复印寻人启事 这天晚上 他接到一个女孩 女孩看起来神志不清 被男人搀扶着上了车 老麦通过车内后视镜发现 女孩不止嘴角带伤 而且衣冠不整 很明显 他被下药侮辱了 老麦立马折返回去 想要教训男人一顿 他随便编了个理由 进到了房间内 此时 房间里有三个人 老麦照旧按下计时器 随后 向他们暴揍一顿 临走之前 还掰断了那个男人的左手 并且提醒他 不要忘记付车费 和五星好评 一线弄好后 老麦准备回家 可到楼下时 却发现家里的灯是亮的 他顿时生出一种危机感 掏出腰间手箱 慢慢探进了屋子 可当他闻到熟悉的香水味道时 立马放松了下来 原来来人是好友苏珊 他是过来开会的 顺便看望老麦 因为今天是老麦王妻的生日 两人认识十多年 关系匪浅 这一次营救小女孩的情报 也是苏珊提供的 自从妻子去世后 老麦一直孤身一人 只有和苏珊交谈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的袒露心声 与此同时 在比利时的一处公寓内 一个男人刚刚下班回家 却看见妻子满脸伤痕 惊恐不已 这时出现三个杀手 当着男人的面 杀手枪杀了他的妻子 对方表示 他们是奉命行事 不要怪自己 随后一声枪响 男人也成了枪下亡魂 他们将现场 伪造出自杀的痕迹 潇洒离去 其实 男人的身份 乃是CIA的卧底特工 死了一个特工 不是小事 上面要苏珊彻查此事 在同老麦告别后 苏珊立马和同事 大夫飞到了比利时 经过对现场的查看 以及了解了特工的 日常情况 苏珊断定 特工不是自杀 而是被人谋杀 看样子 其中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在和大夫告别后 苏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刚打开门 背后突然出现 两名男人 袭击了他 毕竟是中情局出手 苏珊也有一副好身手 他奋力反抗 打伤了两人 和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 苏珊死在了他们的手里 此时的老麦正在 悠哉悠哉的晒太阳 突然 他接到了苏珊丈夫的电话 得知的苏珊的死讯 老麦没有耽搁 立马飞到了苏珊的家里 警方判断 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可苏珊的丈夫 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因为苏珊除了结婚戒指 从来没有佩戴过其他手势 很显然 苏珊的死 另有隐情 挚友的去世 让老麦十分悲痛 他拿走了苏珊的手机 和工作笔记 决定查明真相 为老友报仇 通过破解手机 老麦进入了CIA的系统 看到了案发时 酒店的录像和照片 他发现 那两名凶手 直接按了苏珊所在的楼层 很显然 他们是冲着苏珊来的 而与此同时 那两名凶手 突然被人炸死 炸死他们的 是当初杀死 那个特攻的三名杀手 很显然 几人是为了杀人灭口 这也就更加证明了老麦的想法 苏珊是被人谋杀的 为了查明真相 数日后 老麦找到了前队友大夫 因为他算和苏珊一起去了比利时查案 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见到老麦时 大夫显得十分惊讶 因为当初老麦假死 无一人知晓 只有苏珊知道 可再见到时 已经物是人非 老麦开门见山 表示苏珊的死 有蹊跷 可大夫却说 杀害苏珊的两名凶手 已经死于煤气爆炸了 但老麦拿出了苏珊的验尸报告 报告表明 苏珊死于近距离刺杀 守法专业一刀毙命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 那两名凶手只是替罪羊 如今 铁证竹山 大夫表示 愿意配合老麦 一起找出真凶 为苏珊报仇 根据多年的特攻经验 老麦知道 苏珊的死 一定与他查的 CIA特攻刺杀案有关 于是决定从源头查起 他仔细观察了现场照片 不断在脑海里模拟案发时的情形 终于 老麦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 他立马打电话给大夫 告诉他 CIA特攻的妻子 是被人用左手开枪杀死 而特攻则是用右手自杀 这证明 当时房间里肯定还有别人 而那个人就是凶手 苏珊应该是发现了线索 所以遭到了杀害 听到老麦这么说 大夫神色似乎有点异常 他让老麦有了新消息 就通知自己 随后挂断了电话 查案的时候 老麦注意到 楼下刷牢的小黑不见了 小黑正值青春期 又急着赚大钱 一不小心就走偏了 他猜测 小黑应该是加入了帮派 果不其然 等老麦找到小黑时 他正和一群混混在一起 他们正教唆小黑杀人 老麦手拿双枪 凭借雷霆手段 将小黑带了出来 一开始他还不愿意 他想出人头地 赚大钱 可老麦说 他连拿枪的勇气都没有 还教育他 不要怨天尤人 做什么都要靠自己 至少他还活着 虽然过程不是很友好 但经过老麦的劝解 小黑成功地走回了正道 也明白了老老实实赚钱 才是长久之道 第二点 老麦照常拉客 凭借敏锐的观察力 他一眼就看出来 对方来者不善 肯定是个杀手 男人一看暴露了 抽刀欲刺 可老麦击打方向盘 将杀手撞得七晕八速 猛打几拳 杀手间撞 立马掏枪 老麦看准时机 反手夺枪 随后 砰砰几枪 将其爆头 之后 老麦在杀手的身上 找到了一部加密的手机 通过里面的信息 老麦找到了一个号码 而号码的主人 正是戴夫 这样一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看到老麦出现 戴夫一开始有点惊讶 因为杀手就是他派过去的 老麦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 质问他 为什么要杀了苏珊 眼见瞒不住了 戴夫也不辩解 说出了实情 原来 当年老麦假死后 政府就将他们的部门解散了 面对生活的压力 戴夫和一帮兄弟们 选择做了职业杀手 只要有人给钱 他们就出手杀人 戴夫认为 是政府抛弃了他们 这是一个弱助强食的事件 他认为 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只是 没想到这一次 不止杀了CIA的特工 还牵扯到了苏珊 但怪只怪苏珊 查到了自己身上 而苏珊 也是他亲手杀死的 说着 就带着老麦来到了外面 那三名杀手 正是老麦稀释的队友 多年未见 没想到再见面 竟成了死敌 老麦没有顾及情谊 直接放下狠话 他们杀谁 自己管不着 但是杀了苏珊 那么就要将他们全部杀死 以计苏珊的在天之灵 如今 两边已经撕破脸皮 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及的了 大夫决定先干掉苏珊的丈夫 以免节外生枝 可老麦料事如神 早就先踏一步 救走了苏珊的丈夫 另一边 小黑正在老麦家里 帮他粉刷墙壁 可没想到大夫闯了进来 但老麦早在家里 安装了摄像头 他让小黑躲进书柜的隐藏室中 成功躲避了大夫他们的搜捕 不过 大夫也不是吃素的 将屋子仔仔细细搜寻了一遍 眼看就要发现小黑 危急时刻 老麦打来电话 挑衅大夫 叫他去老家海边 和自己做一个了结 等大夫几人走后 小黑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没想到 出来的时候 一把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后面 原来 大夫早就看出了老麦的把戏 他将小黑带了回去 准备以此来要挟老麦 等他们回到海边的小镇时 正赶上刮台风 而老麦也先他们一步 来到了这里 由于狂风大作 视线受阻 大夫观察了一下地形 于是 拿着狙击枪爬上了高塔 寻找老麦的行踪 其他几名队友 则分开包抄 准备随时听听 牵蔽老麦 但这正中老麦的下怀 和之前一样 他选择逐一击破 先是用鱼枪杀死的大胡子 接着又隐藏在暗处再杀一人 如今 他的位置已经暴露 必须要赶紧转移 但大夫已经掌握了 他的大致方位 一旦露头 肯定会被拘杀 老麦看一圈周围 提枪打爆了路灯 燃起的黑烟 遮挡了大夫的视线 趁此机会 老麦赶紧跑进面包房 一进门就割破面粉袋 接着打开电风扇 借助锋利 屋子里吹满了面粉 茂子男接到大夫的指令 冲进了屋里 他一进来 就丢了一颗闪光弹 老麦赶紧离开 下一秒 因为粉尘爆炸 整个屋子顿时 红光冲天 不出意外 茂子男当场被炸死 如今 队友全部领了盒饭 但大夫还有一张底牌 那就是小黑 他相信 老麦不会见死不救 但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他准备开枪的时候 突然一阵狂风 卷起电线 将大夫拍倒在地上 等他再次站起来时 老麦已经抓住时机 爬了上来 他上来就是一肘 大夫被轻松打倒 他抽出剑刀 和老麦打了起来 可大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交手不到三个回合 大夫的身上就布满了伤痕 他千不该万不该的 就是惹了老麦 最后 大夫被老麦从肋骨刺下 推下高塔 死在了大海之中 而老麦杀他的方法 正是当日他杀苏珊的方法 真是天道有轮回 最后 他将小黑救了出来 看着如同超人一般的老麦 小黑十分不解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牛逼 但老麦只是静静地 看着妻子的照片 不再说话 电影最后还有一个彩蛋 当初 寻找姐姐的那个老爷爷 在老麦的帮助下 成功地与姐姐重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深渊人的第二部 还是延续了以往的风格 杀苏手法干净利落 易爽到底 但相比于第一部 则显得知现太多 但是看完依旧很爽 尤其是电影最后 老麦在大杀四方后 坐在窗前的景象 那种极致的孤独感 不由地让人想到了 古龙比嘉的人物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